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学习混合动力汽车的分类 在本次课程 我们将按照动力连接方式 混合度不同 外接充电方式 以及按照电机的位置不同 四种分类方式来介绍 通过本次课程 希望各位同学 能对不同混合动力汽车的结构 特点有清晰的认识 按照动力连接方式 或者说车辆能量传递路线来分类 一般把混合动力汽车分为三类 一 串联式混合动力汽车 二 并联式混合动力汽车 三 混联式混合动力汽车 串联式混合动力汽车 车轮依靠电动机驱动 能量传递线路为 蓄电池 逆变器 电动机 车轮 发动机并不直接提供动力 仅仅仅用于带动发电机为电池充电 提供电动机运行的电能 能量传递线路为 发动机 发电机 逆变器 电动机 车轮 这种形式通常也被称为 真程式 二 并联式混合动力汽车 车辆 车辆行驶的驱动力 由电机及发动机 单独供给 或同时供给 线路分别为 发动机 变速箱 减速器 车轮 电池 逆变器 电机 减速器 车轮 混联式混合动力汽车 具备串联和并联 两种混合动力系统的特点 可以依据车辆行驶状况 采用串联模式 由发动机 动力分配装置 发电机 逆变器 电机 减速器 车轮 或者并联模式工作 由发动机 动力分配桥 减速器 到车轮 电池 到逆变器 电机 减速器 车轮 发挥 发动机 和电动机的 最大效能 按照混合度的不同 可分为 一 微混合动力系统 二 轻混合动力系统 三 中混 和强混 动力系统 不同的 混动系统 也反映了 电机在驱动 汽车行驶中 作用的大效 一 微混合动力系统 以发动机 为主要动力源 电机 作为辅助动力 电机的峰值功率 和总功率比值 小于10% 在某些资料 仅具有 怠速停机功能的汽车 也称为 微混合动力系统 微混合动力 自能启停系统 实现在 城市拥堵的路段 让发动机 停机 或启动 能够减少 发动机 怠速期间的 燃油消耗 降低在拥堵路段 有害气体排放 据统计 在城市拥堵 道路行驶 能降低油耗 10%左右 如 Baleo智能启停系统 iStar 采用启动机 和发动机 集成的电机 通过取轴皮带 带动发动机启动 系统主要由 集成的发电机 启动机 皮带 蓄电池 及ECU组成 发动机 发电模式 由发动机 带动皮带 驱动 集成的 启动机 发电机 而 启动 发动机的模式为 由 蓄电池 提供电能 集成 启动机 发电机 通过皮带 带动 发动机 曲轴运转 启动发动机 发动机 停机状态下 无法使用空调系统 且车辆 启动的震动感 比较强 在汽车电动化的趋势下 该技术逐渐被 48伏轻混 中度混合动力系统 替代 二 轻混合动力系统 核心部件包括 48伏电池 48伏 启动电机 发电机 其中 48伏电池大多为 锂离子电池 不但支持快速充电能力 而且能量密度大 48伏系统 有更大容量的蓄电池 更大功率的电机 所以比起一般的启停系统 能够实现更多的功能 例如 车辆起步 胆战停车的时候 48伏系统的动力 总成可以采用 纯电驱动 从而避开 燃油车 起步的 最耗油的怠速阶段 在刹车滑行的时候 还可以通过 发动机自动 回收一部分动能 减少 自动过程当中的 能量耗散 在发动机停机的状态下 短暂接管空调 给空调压缩机功能 避免空调一并停机 三 中混和强混动力系统 如 本田IMA系统 本田IMMD系统 中田的THS系统 相对于微混合动力 中度混合动力 系统采用高效的发动机 更高功率的电机 更大容量的电池组 以及更为复杂的控制系统 电机在驱动车辆中 发挥更多的作用 中混和强混动力系统 也是我们课程讲解的重点 具体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将在后面的课程当中给大家慢慢揭晓 三 按照是否外接充电划分 可分为非外接插电式混合动力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我们也叫PHEV 非插电式利用来自发动机驱动发电机和自动回收的能量 为续电池补充电能 而插电式混合动力 除了此功能以外 还能实现家用充电设备为续电池充电 电能成本更低 因此相比于非插电式的车型 插电式混合动力电池容量更大 汽车运行中使用电能的比重也更高 四 混合动力汽车按照电机的位置分类 可以分为P0到P4 P是position 位置的意思 P0 电机位于发动机前端 P1 电机位于发动机后离合器前 P2 电机位于发动机与变速箱之间 P3 电机位于变速箱输出端 P4 电机位于后桥上 另外 能边驱动也叫P4 P0 电机位于发动机前端 电机也称为BSG 皮带传动启动发电一体化电机 自动启停和48伏氢混是常见的P0结构 有了功率较大的BSG 再配合较大的蓄电池 就可以做到在等红绿灯发动机停机的时候 带动空调的机械压缩机运转 P 电机位于发动机后离合器前 电机转子与曲轴刚性连接 可以辅助动力输出 支持发动机启停自动能量回收发电 代表的车型有本田Insight第一代 本田私域混动 奔驰S400 P2 电机位于发动机与变速箱之间 通过混合动力传动桥的设计 可以实现串联连接 并联连接 混联连接 多种模式的切换 同时还能与现有的变速箱 如AT DCT 很好的集成 因此 P2是目前四面中度和重度 混合动力车型采用最多的模式 车型如普雷斯 凯美瑞 雅格 Inspire 奥迪Q7等 P3 电机位于变速箱输出端 将电动机放到变速箱的输出端 一般和变速箱不同轴 直接和主减速器相连 P3 最主要的优势是 纯电驱动和动能回收的效率比较高 代表车型有比亚迪勤 长安易动 P4 结构 电机放在后桥上 第一可以实现电动视区 提升车辆的性能 第二则是改装方便 因为电机和发动机并没有机械的连接 而且电动机尺寸相对较小 转速区域宽泛 无需复杂变速机构 对结构空间的需求小 当P4 结构必须要插电才能实用化 如果电池电量耗尽就基本上市功能 一般采用与其他混合动力搭配的方式 车型有长程的位 P8 前桥部分采用 P0 结构 后桥部分采用 P4 结构 本次课程我们按照混合动力驱动的连接方式 混合动的不同 是否外接充电 电机的位置梳理了市面上各种混合动力结构 希望能为大家在学习混合动力汽车的过程当中 建立一个良好的思路 下一章节 我们将重点介绍 串联式 并联式 混联式 三种混合动力系统的驱动模式 各位学员课后可以通过线上的资料 继续强化学习 一定要记得完成习题任务 本次课程结束 再见 再见